就唱带星星的歌 有星字就可以是吗 只要有星就可以 或者那首歌的名字终于有星也行 我先 摸不到的颜色是否叫星空 星空 星空 嗨 就是你幸运的女孩 一天一个微笑给我 这这这歌叫做星星的约会 星星的确定有这首歌吗 有 唱我这首歌 好 你们没听过 他们没有 好 下一个 有星就行是吗 对 有星就行 背后或者是 五星红旗云逢遍 这好厉害 陪你去看六星 星 有星 有星 好 我把人家唱唱了 那等一下 如果是星的那个谐音可以吗 就是星行谐音 什么谐音 不管了 先填吧 你输了先选一个 我输了先选 不应该赢了先选吗 我们的规则就是这么的随意 那我就要选哈哈星 笑一笑十年少 你是星星里的娱乐担当 每天需要安排娱乐活动 这样你先讲个笑话 你试试逗逗我们 我给你们讲一个笑话吧 就是这个笑话 就是冷笑话 今天的任务完成了 任务完成了 你以前有机会出去外面 晚上 在外面玩 搭很久 看星星 没有 没有 我基本上每一次出去 玩都是工作 然后就一下就走了 以前我们在 你们在年纪的时候 也是这样 他们说 这边非常干嘛 不是 然后 基本上都是不下雨的 然后咱们来了就下雨了 但是是不是要加水啊 是不是要加水啊 不用 不用加水 肉干面就是半的 就是干一点 你几点起来呢 我醒得蛮早 我七点多就起来 还不是你昨天晚上 特别指定的是别人 你一直指定 要人家起来做早餐 不是 我是在这儿 让姐姐大显身熟 对 但这个面 我怎么感觉 它没有煮到很熟啊 你吃了吗 我看着 它就是 干面就是 就是这样 对 它有点硬 你试试看 没关系的 我爸 雪山 雪山 出来了 出来了 哇 我这个雪山也太美了 咱们去爬雪山吧 你为什么每次说 就去一种就特别 这个环境很苛刻的地方 你都说得很轻松 你知道 我们去爬雪山吧 咱们去沙漠里面吧 哇 你真的说说的是 我们去沙漠里面 就说的我们该要去游乐场 你知道就说得很轻松 我们 都已经长大 好多梦 就在飞 你们这么唱呢 就把你们年龄唱得很奇怪了 就百年经典名曲 真的 百年我也受不了啊 什么叫百年呢 百年我就已经 就只能怀念了 长期的长也是啊 很多人都不认识 对 你那个怎么会读第三声啊 这个名字也不是我本名 我当时拿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我自己都不认识 结果我当时自我介绍的时候 大家好我是何旭熙下面的人 这个字念序吗 我说对啊 很信誓旦旦的 我非常尴尬 对 你自己的名字自己叫 对我怎么离雪山又近了一步 是 我们一定会满足你 我真的想办法 我跟导演组申请一下 我跟你单独一条线 我带你上哈马 真的 真的 你 我可以 我跟你说 上了雪山之后 先亲生死状 不会吧 不会 不会那么 那个 那个